上集说到13在股市对好莱坞圈下手 结果他们狗咬狗 陈总 有人跟风做空了 资金量很大 纳五十家公司的股价 已经快跌到退市了 真是讽刺啊 我还没着急下手 基金会的人先忍不住要剪羊毛了 也罢 随便他们狗咬狗去吧 反正我的目标 从来就不是这些小公司 要是这群老板知道自己当了狗 最后还被人惦记这一身肥肉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你想通知他们就让人去通知吧 无关紧要的一些公司 韩丽 让猎鹰组的人也开始准备享用饕贴盛宴吧 收到猎鹰组一号到五十号 准备撤资转移目标 猎鹰组五十一号到一百 目标好莱无权的五十家影视公司 双响全力做空 艾阁先生 你终于来了 基金会那边拨了多少钱援助我们啊 赶紧出手吧 抱歉 告外 基金会那边的拨款没劈下来 你们的公司我恐怕就不了了 怎么会这样 艾阁先生 求您再帮帮忙 向上申请一下可以吗 我们这些人的公司都已经快被逼到退市了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空头的力量比昨天还恐怖 诸位 你们现在的情况我也了解到了 确实很困难 但是吧 咱有个现实得认清楚 十三他毕竟是股市新进的股神 在这方面 基金会都不一定玩得过他 除非爆出什么重大利好消息 或者是有海量的资金注入 否则 想跟他对抗 难 艾阁先生 你有话直说吧 我们不想被十三座空道退市 哼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行您说吧 我们一定听您的 这样吧 我想以你们现有股价双倍的价格 收购你们的公司 这样 大家的公司并入迪士尼名下 绝对能止贴 与其你们被做空道退市 市值暴殿 不如被我收购 还能拿到不少钱 大家说对吧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脸不可知心的看着罗伯 艾阁 艾阁先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我出钱让你们止损 难道不是好办法吗 艾阁先生 我们这些人跟你混 为的是赚钱 不是白白给你出力完了 还被你剪羊毛 就是啊 艾阁先生 你这么做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 收购也不是不行 你出的那个价太低了 怎么着也得是做空前50%的市值吧 我们打拼了这么久 才有的公司规模 你就给我们这种八级价格 告外 我也没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想出高价 把所有人的公司都收够了 但是我没那个实力啊 刚刚的报价 已经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我劝大家还是卖了吧 不然的话 股价很可能跌穿 最后退市 甚至有可能破产 真到了那种地步 大家不是亏的更多吗 艾阁先生 我跟了你三十年了 为你 为了迪士尼做了不少事 你最困难的时候 我还卖房卖车帮你渡过了难关 今天就算是做兄弟的求你了 让基金会出手帮我们一次吧 无论成功与否 我们都绝无怨言 就是跌穿破产了 也无所谓 兄弟 真不是我不帮忙 帮你们抬股价 要付出的代价 甚至可能比全资收购 你们公司的代价还高 基金会是不可能同意这个请求的 我真的无能为力啊 让我考虑一下吧 威廉 你真的要卖吗 公司卖了 我们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合着我们这三十多年的大片 都是给他罗伯艾格做了嫁衣 我不 目前来看 只能卖了 咱们的公司可代替性强 十三又有技术水平更高的公司 价格还比咱们便宜 就算这次不做空 估计用不了多久 咱们也会被取代 现在 好歹还能卖掉 拿些钱 留个体面 换个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众人听话 一阵沮丧 给大家十分钟时间考虑考虑吧 大局为重 威廉 史密斯 此时此刻还在帮着罗伯 艾格说话 我去天台抽根烟 谁啊 我是史三的秘书冯雅 陈总让我告诉您一件事 今天早上开盘没多久 我们这边的空投资金就撤掉了 你什么意思 想挑拨离间我们 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我并没有提示谁做空你 而你所谓的挑拨离间 又从何说起呢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 我这边可以提供我们撤资的证据 至于是谁在做空你 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证据会发到您的手机彩信里 再见 很快 威廉 史密斯就收到了一条彩信 里面清清楚楚地显示了猎鹰组所有账户的撤资时间 威廉 史密斯看着这条彩信 其实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 但他还是挣扎着打了个电话出去 喂 帮我调查一件事 很快 电话打回来了 做空资金账户已经查到来源了 属于罗伯 艾格名下的证券账户 我把你当兄弟 你把我当小丑 好啊 好啊 威廉 我们决定了 听你的话 卖了吧 不然回头13低价稀愁 公司有可能被这个卑鄙的大厦人收走 我们只要求保留自己的职位 你说的没错 迟已至此 卖掉还能止损 继续硬撑着 可能后果更加难受 一群蠢货 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诶 13那边的做空资金开盘没多久就撤退了 真正的做空资金 是你 罗伯艾格 你在基金会那边的款项申请下来了 只不过这笔钱不是用来帮我们的 而是用来做空我们 同时低价收购我们的 你个虚伪的败类 你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一言出 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这边已经拿到了证据 13撤资的证据 还有后续做空资金账户来源的证据 我全都查到了 现在已经发到了TT群里 大家可以看一看 话落下 各位老板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他们赶忙点开自己的TT进行查看 接着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 怎么会这样 罗伯艾格 你居然真的落井下石 算计我们 我们跟了你这么久 立下了那么多汉马功劳 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就推出这个圈子 对 大家听我解释 假的 这些证据是假的 是为连伪造的 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 我们这些人 有哪里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不帮忙 我们甚至都不会怪你 可你为什么偏偏还要落井下石 你们现在有的一切 不都是仰仗着基金会的资源吗 我只不过是替基金会 把公司收回来而已 而且还给你们在公司 保留了原来的位置和地位 有什么错 大了 大了 这三十年 终究是付错了 其他人我不管 今天的收购案 我威廉史密斯 绝不同意 我宁可破产 也绝对不卖公司 谁爱卖谁卖 反正老资不卖 绝对不便宜 你这个卑鄙小人 做空资金都已经撤退了 你要再敢做空 我们就去找媒体曝光你 大色 公司的黑料现在漫天飞 利空消息不断 股价一泄千里 已经扛不住了 赶紧命令证券部的人 如果我们现在能让自家公司的股价暴涨 他想凭这个仓 就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这情况几乎没有暴涨的可能 未来只要默讯影业的产业链一直存在 咱们甚至可能会被挤压到破产 加入默讯影业不就好了 此言一出 所有老板都愣住了 可 可这样不等于是背叛了好莱坞 背叛了基金会吗 吞吞 你差点连老莫都被基金会给信了 你还考虑什么背叛不背叛 就是啊 如果说背叛 那也是这个圈子先背叛的我们 咧 反正公司长期看电 只要13处的价格合理 我们就买 不错 大不了拿钱走人 再也不再商机会了